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可以让你很清楚看到它可以有多国语言的相容性 那图片跟文字可以是同时存在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它很丰富的这个设定 首先在轮盘旋转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它有很多不一样的声音 可以选择当然旋转的秒数你也可以做调整 那我们马上来试看看比如说欢乐的音乐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旋转结束的时候 你除了像刚刚所听到的掌声 其实还有其他的声音 甚至可以直接把获奖的名称 透过语音方式直接念出来 当然你也可以修改弹出的讯息 甚至这里还有胜利的动画 我们来测试看看 是不是这样就有更多的变化呢 另外呢在它的颜色部分 你还可以选择很多不一样的主题 在轮盘中间的图片 你可以自行上传 也可以选择内建的图片 以及它的尺寸 这样子呢都可以让我们很轻松的 去做这个转盘的客制化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它的分享 还有储存的部分 在分享的话呢 你可以直接建立一个所谓的公开的连结 那在这边呢甚至你可以决定 他们只能转动方向 还是说也可以直接复制一个它自己的副本 完成之后呢 它就会帮我们产生一个专属的连结 你只要把这个连结分享给别人就OK 另外在档案储存的部分 如果你已经授权Google帐号的连结 可以在这边输入这个设定的名称最多100个字元 按下储存之后就可以保留在你的Google帐号中 下次呢就可以利用开启的方式来将你之前所储存的设定打开 重新做调整 另外在右上角这里 你也可以跟Google试算表做连结 例如我们在演讲的会场 请大家先填写完Google表单之后 直接将它所产生的Google试算表的资料 直接就汇入到我们的这个转盘选项中 这样也是非常的方便